蔡基塔市清白 我也沒有貪毒 我從來也沒有跟人家拿過一毛錢 從政到現在喔 不要說市黨任內 我也沒有跟他們吃過一頓飯 何來貪毒呢 都沒有拿過一毛錢 也沒有跟人家吃過一頓飯 何來貪毒 我不曉得這個是怎麼判啦 當然我們是給予尊重 其他在市長任內 這個極力的打通道路 當然在打通二十幾條當中的 有得罪很多的人 其他就知道在決德當中 是要市政優先 或是以後要承擔更大的重任 我選擇的市政優先 承擔重任 所以我對今天的判決 雖然心中有極多的不滿 但是我想這是對我的一種歷練 這一次的教訓讓我收穫很多 學習很多 我希望在我人生最後的這個歷程 最後的這個歷程 我們在入間之後 能夠繼續來為大家服務 其他感謝花年的鄉親給我服務三十幾年 我講一句真心話 我從來也不想講不好的話 我講一句真心話就是 我感謝花年人給我機會為地方做那麼多的事情 其他無怨無悔 我將放下任何的不滿 還有任何的心中不愉快 我想我花年的好朋友們 還有花年的鄉親 對蔡奇塔一定非常的相信 而且我希望花年的鄉親不要為我擔憂 其他一定在裡面會做更多的事情 來回饋大家 大家回家回家 謝謝所有的朋友的關心 那實在對我來講 我哭都哭不出來 因為我跟他結婚到現在 我看到他是一個很上進的人 他的家庭的環境沒有那麼好 基本條件沒有那麼好 但是他一路做到市長 所以他非常珍惜市長這個職位 然後也做了很多事情 我相信他媒體朋友也很清楚 我在旁邊也放了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們沒有埋怨 但是為什麼這個社會可以是非不分 因為大家坦蕩蕩 所以我們也沒有什麼特別去找御師 找什麼來幫自己脫罪 因為沒有事嘛 那今天這麼快把他送進來 家裡面什麼東西都沒有準備 星期五收到 星期一就進 也沒有判決書 那我相信很多朋友是關心我 我一直到家裡來跟我安慰 提此大禮 一事的 不要講一名 一事的一個一個 就這樣子被他 被他這樣子糟蹋 我希望政府有一點 是非要分 本案有關蔡先生有提到 提到說 尚未收受判決書的部分 此部分我們本署說明一下 因為蔡先生這個案件 有關事實的認定 還有判決的法條 都在最高法院的二審的時候 就已經判決下來了 那當然有人提起上訴 上訴到最高法院 那最高法院只是針對蔡先生 或是提起上訴的人 上訴的理由的部分 針對他來做說明 所以不會發生 蔡先生對於還沒有收受判決 對於自己所涉犯的 可能的犯罪事實 跟所犯的法條的部分 完全不清楚的狀態之下 而且刑事適用法裡面 相關的規定也是認定說 法院的判決在宣誓判決的時候 就已經發生效力了 所以蔡先生的案件 他在上個禮拜 也就是6月3號 經最高法院宣誓駁回上訴以後 全案就已經三審定驗確定了 那沒有收受判決書 也不會去停止或是影響到 我們依法傳喚執行的效力